来源,BBC非盟总部大楼由中国援助兴建,中国方面说,耗资8亿元人民币,办公室内空5亿人,四下没有活动,但却是资料,传输高峰时间,电脑伺服器再生。 深夜零点至两点之间,奇怪的启动,这些并,不是间谍小说中的内容,而是法国世界报,Lemon上周刊登的一篇报道,报道称,电脑工程,是发现,由中国援建的非洲联盟总部大楼内,所有电脑服务器内的资料,都被传送到上海。 该报引述几个非盟内部人士称,每天晚上,非盟的秘密都被储藏到距离亚的斯亚贝巴8000公里以外,上海的神秘伺服器内,而资料秘密泄露的时间,可能从2012年1月到2017年1月,长达5年时间。 报道说,非盟此后已经安装了伺服器,并拒绝了中国帮忙配置,如今非盟总部所有的电子通讯都加密保护,不再通过伊索比亚电讯系统, Ospigo 等于 WIEDOW, ABSBYGOOGLE,BUSH,中国驻非盟使团团长矿伟林,周一,29日,在伊索比亚首都博士法国世界报,有关中国涉嫌窃取非洲联盟总部资料的报道,呈着送人听闻荒诞不惊,间谍矿伟林,周一,1月29日的讲话,是中国官方对此报道的首次公开回应, 他说,中国和非洲关系,已经带来了好处和很多机会,非洲人民很高兴,但就是,有人不高兴,当被问及究竟是什么人不高兴时,邝伟林说,西方某些人,他们不习惯,就是不能坦然面对,非洲联盟轮值主席,卢安达总统保罗·卡加梅被问及这一报道时表示,对有关情况毫无知情, 无论怎样,我觉得这里没,有任何我们不希望,人们知道的事情,他说,我觉得别抱病,不是中国人的专长,我们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间谍,但是我在这个大楼里,并不担心被人监视, Aspigo 等于 WIDOW ADSBY GOO GLE PUSH 中国驻非盟,是团团长矿委林说,西方有人不能接受中,国在非洲的收益与机会,非盟总部世界报这一报道刊发之时,正值非洲联盟首脑会议,28日在伊索比亚首都亚等,斯亚被巴非盟总部开幕的前一天, 非盟总部大楼由中国援助兴建,造价约8亿元人民币,于2012年1月28日落成,作为像纸中,国与非洲友谊的礼物粉送给了非盟,这桩外表看似太空船的高100米建筑,自建造落成阶段,就已经吸引了外界的特别关注,将其视为中,国在非洲影响力,日益扩大的一个像纸,在大楼启用之后召开的首次非盟峰会上, 媒体注意到,大楼中的同声传译系统,第一语言是普通话,而后才是英文,而早在2006年11月,中国识人国家主席胡锦涛,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,宣布无常元件日后成为非盟总部大楼的非盟会议中心时,外界尚没有意识到这一工程的象之意, 过去十多年来,非洲为中国经济发展,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,非洲同时也成为中国商品的巨大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